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Pyronis 的這個懷疑論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那也可以算是我們一個其中的一個整理性質 有很多概念要跟大家稍微釐清一下 讓大家搞清楚 比如說 當大家宣稱我知道什麼是真理的時候 那麼你基本上變成一個講求因果關係的實在論者 你這一定要有一個概念 因為有人一聽到什麼實在論者就搞不清楚 這就不對了 就是說你如果不是實在論者 你才可以放心大膽地說 這個天底下根本沒有絕對的真理 否則你會良心不安的 比如說你在自然上會認知到你追求百分之百的愛情 但是這個天底下就沒有什麼是真正的愛情的話 那麼你就是一個基本上的立場 如果你認為有這個真實的概念 所以同學們 我趁大家腦袋還清楚 因為大家是不吃早飯又來得很早的人 腦袋還清楚 就是說如果你認為有真理的 而且是可以被解釋的 那你就是一個實在論者 是講求因果的實在論者 那如果你純粹是就經驗上的 表面上的這種感覺 就經驗上來講 我只要看你的表面 我看不到你的內心 所謂知人知面不知心 畫虎畫皮 難畫骨 是不是有這個道理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我只看表面 我的經驗內容 從我的經驗內容來講的話 是什麼就是什麼 比如說今天就有比較多的人缺客 那你講說老師那些人都堵車了 或者在路上被搶了 我不管 我看到的就是今天比較多人缺客 這叫經驗主義者 就是說你不能這樣講 其實他們內心都很想來上課 可是有這種自然無法抗拒的理由 我不管 我只看到這個教室 這叫經驗主義者 所以這個一定要分清楚 這兩點的話 其實這個立場對哲學來講 就科學哲學來講 這是最重要的立場 還有一種 第三種叫方法論者 methodologists 所以我自己在這個領域當中 我遇到的很多人根本還搞不清楚 方法跟方法論有什麼差別 我們今天要提到這個 這是第三個部分 所以同學一定要記住 你這個是 我覺得如果你將來要讀PhD的話 你要把這三件事搞清楚 方法論者是 如果你不讀PhD 你也要搞清楚 因為你來上課就應該搞清楚 方法論者 他是基本上不看別的 只看事物的表現 表象所呈現出來的 然後透過歸納法 演繹法 各種方法來講 來檢驗這一門知識 來檢驗 就是說用方法 比如說歸納 比如說演繹法 歸納法 或者說是逆推法 用這個方法來強調這個知識的定義的方式 然後形成 重點不是在用哪種方法 而是這個理論 所以我們說方法論者 方法論者比較接近於經驗論者 但是同時 同時方法論者的話 他不會像經驗論者那麼否定到 一定要有一個答案 方法論者基本上在認知上認為 知識不能夠被直接指認什麼 但是可以用方法來指認 這是方法論者的態度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這三個部分 就讓大家稍微進一步的了解 為什麼這個部分很重要呢? 因為我們平常一直在跟大家講 沒有真理的這一件事情是好事 然後相信真理而沒有辦法獲得真理 所以是內心失望的來源 就大家都可以知道 我其實 我會舉幾個我們現在日常生活中 所面對的事件作為例子 作為例子跟大家講解 那你就會知道 好 那Sextus Empiricus 是紀錄古典懷疑論最重要的哲學家 就是說這個強調古典的懷疑論中的最主要代表 它的名字很奇怪 就是經驗上的性 Sextus Empiricus 但是其實沒有直接的關係 就是 它是一個算是希臘化時代的重要的哲學家 它的實際的職業是醫生 職業是醫生 為什麼醫生要特別提出來呢? 屬於醫學中的經驗學派 什麼叫做醫學中的經驗學派呢? 大家知道 醫學非常複雜 醫學不要說是生理跟心理兩個部分了 因為我不曉得看到有沒有學醫的 如果有學醫的話也知道 我昨天另外一堂課有學醫的很多 我昨天特別講了一堂課的醫療倫理 學醫的話 我問他學醫說 我說我問他仁醫跟受醫有什麼不一樣? 仁醫跟受醫有什麼不一樣? 他嚇一跳 他分數比較高 我說那不是我講的重點 我是說仁醫跟受醫的 就生理來講一不一樣? 他嚇一跳 他說一樣 那仁醫跟受醫一不一樣? 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心理不一樣 仁醫跟受醫為什麼心理不一樣? 那麼動物不會抗議 動物即使抗議了 你也不好意思說他到底講的是什麼? 仁醫就不一樣了 仁醫心理就是美頌 草間人命 你到底會不會? 人會問這種問題 醫生會覺得受冒犯 心理上有差別 那我問大家 有沒有神醫? 你哪裡都要靠近台大的腦袋想一想 有沒有神醫? 有沒有華陀在世? 有沒有貶雀來臨? 有沒有這種事情? 當然沒有 什麼神醫? 什麼廟所回春? 那不就是雞童嗎? 沒這個東西 為什麼沒有這個東西? 知道為什麼沒有這個東西? 因為人為什麼會生病到現在也沒一個答案 很多人在 為什麼生計制藥特別容易炒股票? 知道為什麼 因為人的本性中醫跟污是同一個道理 醫生就是污師 污師就是醫師 一跟污是同一個道理 為什麼一跟污在以前你讀歷史你就了解 一跟污為什麼是同一個道理? 神秘嘛 廢話 對不對? 所以大家 所以為什麼醫院一定要弄得 哇 正大光明 非常明亮 加強信心 醫院就要弄得跟銀行一樣 對不對? 你把你的錢放在別人手裡 讓人家來管 你信得過嗎? 他跟你產生很大的信念 我的銀行中隨便任何一塊石頭都比你存的錢多 價錢高 所以這種產生信念 為什麼特別強調醫生並不了解真的情況? 我班上如果有學醫的可以抗議 可以抗議 我就是 我爸爸就妙手回春 我就是神秘在世 我兒子將來是貶雀臨春 隨便 但你知道這個為什麼會講到這麼堅決? 這還是有錄影的人 主要原因就是什麼? 很簡單 因為你就沒有辦法達到真正的了解那個實在的因果 就是實在論者的因果 什麼藥道病除 那種說一說而已 所有的醫生都是經驗論者 經驗論者的醫生是比較厲害的 經驗論者講說你流鼻涕 我自己讓你不流鼻涕 你發燒 我就讓你退燒 他們都是這樣子 沒有人打給你講說是什麼調養 讓你整體 那中醫才會講這種事情 你只要問最後你是躺在中醫院 還是最後還是躺在中醫院 你就知道答案了 對不對 這個都是 我早就想過這個問題了 因為年紀大了 好 所以說醫生就是經驗主義者 這個沒有一個醫生會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政治有生 大家進入了現代迷信思想 你知道嗎? 認為這個醫生可以讓你什麼的 我自己 我學校的大醫生我都認得 他們講話都像妖術一樣 讓你聽得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但是你仔細一想就是 實在是很困難 最後一句話一定是 我們盡力了 一定是這樣子 一定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確實這有一個極大的限制 認識起來 這個是懷疑論中最主要的問題 所以經驗學派 所以經驗學派以反對理性學者駐身 後者認為治療必須找出因果關係 要找出因果關係 但是不會是全面的 所以說有兩種 一種是講說我們要治療就是治療病症 大部分人都是一個經驗論者 經驗學派認為這不可能 所以這個有關經驗論者跟這個理性論者的區分 是很清楚的 對不對 好 那麼這個是這個empiricist跟rationalist的區別 大家要知道 就是17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分野就是 European rationalist跟這個British empiricist的爭議 那個當然是另外一個比較更複雜的爭議 不過這個大致上用醫療治病的這個例子 讓大家可以清楚的知道 為什麼懷疑論的基本立場是很有意義的 那麼經驗學派認為我們在治療的過程中 只能注意觀察與記憶 有一點非常特殊就是 Sactu Sempericus認為 懷疑立場更接近方法學派 甚至勝過經驗學派 就是說更接近方法學派 方法學派在診斷病情的時候依據的是表象 而從這表象裡找出有幫助的地方 就更接近那個他們自己的基本立場 表象 純粹是表象 表面的實在 就表面的現象而已 所以在方法論者的診斷中是沒有解釋的 就是直接透過方法利用來 沒有提出更進一步的解釋 在不預設表象下的任何的本質性事物 你看到的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的經驗內容叫現象 你不知道什麼叫現象嗎? 一個phenomenal 一個現象就是你看到 然後你能夠描述出來 你看報紙 報紙記錄 比如說這個什麼 什麼這個 好像大家說 德國這個組合不成 然後如果德國在歐洲都亂的話呢? 那麼整個世界的財經局勢會亂 因為歐洲最重要的國家是德國 這種是現象 就是表面上的描述 大家都可以講出一樣 而且你聽得懂 所以我們其實在這個forward information的過程中是現象 透過現象來了解現象 好 那麼不預設任何經驗中所歸納出來的規則 這我剛剛提到的方法論者 就是經驗論者 因為我們人都是歸納的動物 知不知道人是歸納的動物 方法論者認為一個筷子插在魚缸裡頭是彎的 就是彎的 你看到的就是你 就是彎的 我們要講說外子其實是直的 沒有這個其實的問題 有其實問題是理性論者 看到的彎的話在經驗上來講 經驗上來講的話看到是彎的 記住 經驗論者很自然而然會形成規律 因為我們人是歸納的動物 那方法論者是完全不考慮這種規律 不提出任何的解釋 所以這些簡直本質規律 都是經驗學派的方式用來反對理性學派的重點 那他們之間的區別在哪裡 差別在哪裡 他們差別是對於方法學派而言 經驗論者不會因為反對解釋而說 解釋不可能 本質性事物不存在 根本沒有自然規律這種負面教條主義的話 那麼這個意思就是說 疲弱的懷疑主義 他們不承認知識的存在 也不會承認知識根本就不存在的這種解釋 對方法論者而言 這個經驗學派不會因為反對解釋而說 解釋不可能 本質性事物不存在 根本沒有自然規律 這種負面教條主義 所以請同學稍微注意一下這個負面教條主義 原來的話 我們會有一種觀點 會認為 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子 你就瞭解了 跟大家舉個例子 像我們一般 我們一般 我講一個稍微敏感的例子 讓大家印象深刻 這是我的看法 講出來痛快一點 你有不同的看法 很多人認為說 這個很敏感 大家聽完了 因為有錄影 在台灣 不是統就是獨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獨派 不是 那你就同派 這個就是教條主義 在歸任上來講 認知上來講 就會產生這種兩者 實際上的情況是什麼 實際上的情況 這種我覺得三個負面的影響 等一下我都會提到 第一個是 這種認知人跟人之間的事情 只有黑跟白 只有正義與不正義 只有吃收入金跟不吃收入金 只有弊案跟沒有弊案 絕對的這個 我覺得這種認知上來講是一個教條的認知 反過來的那種負負德政的那種負面的教條主義 也是教條主義 對不對 這是第二種問題 然後最主要的問題是 你忽略了真正的真實 什麼是真正的真實呢? 真正的真實是我們對所有事物的認知 都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 真正的認知是所有的事物的認知 都是一個動態發展 什麼叫做動態? 就是你不確定 忽然這樣 忽然天底下的事情 沒有什麼百分之百的 我在這邊順便講到這個重點的時候 跟大家強調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懷疑主義的觀點 認知上的一個差別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透過什麼來思考的? 我們透過什麼來思考? 你知道嗎?我們透過什麼來思考? 你說一下 你亂猜一個 心理上我們透過什麼來思考? 理性多疾 你覺得是什麼? 理性很抽象 什麼是具體的理性的表達方式? 什麼是具體的理性表達方式? Deductive reasoning Deductive reasoning Not that complicated 你認為我們透過理性的哪一部分來思考? 你認為? 對 邏輯推論 沒有 腦袋中不可能用邏輯推論 有誰知道答案? 概念 概念整合 結合起來變成什麼? 這個問題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不知道 我告訴大家 我們透過語言來思考 我們透過語言你想想看 你講說 現在無聲甚有聲 腦袋是一片空白 你在思考講說 學生到底怎麼了? 怎麼一大早來累成這個樣子? 他到底昨天幹了啥事 就是怎麼會 我腦袋中一直在 就是透過語言思考 語言思考才能夠被clarify 對不對? 才能夠被clarify 那因為能夠透過語言 語言才能夠進一步clarify 就是說 旁邊講說是 老師 你誤解了 他早上吃了感冒藥了 受不了 他很想 這樣… 都是語言 好 請大家注意 我們的語言當中 是中立的還是有價值判斷的? 語言是中立的還是不中立的? 來…你說說看 語言是不是中立的? 講中立 語言很正常 就講 對不對? 你穿什麼顏色衣服 你什麼… 這地方沒有人、這地方沒有人 旁邊有個人他頭髮黃黃的 語言很中立 語言本身有沒有 是不是完全中立的? 語言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你確定不是 那你說的理由為什麼不是? 什麼是主觀的? 人是主觀的 人是主觀的 然後呢? 然後語言都是語言講出來的 好 那你講出來任何一句話都已經有觀點了對不對? 那我問你 語言本身那個general grammar有沒有問題? 你知道語言本身 我告訴你 語言本身就有問題的 語言帶動我們思考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思考透過語言 語言帶動我們思考 是產生一種很奇怪的錯誤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假如我是立法委員 然後你是環保署署長 我在質詢你 署長請問你 進口的豬肉裡面有沒有含瘦肉精? 你假如署長是研究食品科學的講說 我們研究科學的話講的是機率 不可能是0 所以有0.005% 這個正向負差00.003% 那這個立法院馬上講說 那是不是有0.005%的瘦肉精 還在所有進口的豬肉裡頭 有沒有?你說有沒有? 有沒有0.005% 那書上講說 我拒絕回答這種強迫我承認有瘦肉 我們進口的肉裡面有瘦肉精的問題 他說你不要拒絕 我只會問你有沒有 我很賣力了 有沒有 有 有0.005% 好 我不管0.00幾 我問你 你要不要吃有瘦肉精的豬肉? 你要不要吃 然後再下一句 不要這樣子問 我問你要不要吃瘦肉精 你要不要吃瘦肉精? 你要吃瘦肉還是吃瘦肉精? 你聽懂了嗎? 聽懂了嗎? 我們所使用的語言其實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同學們 我們所使用的語言 所以我們為什麼我們這社會找不到理性的辯論 為什麼我們說 為什麼我們的整個文化當中大家就不相信語言了? 因為語言本身會帶動人家 你怎麼回答? 你怎麼回答? 如果你當環貌書長 你當衛生書長你怎麼回答? 你現在怎麼回答? 我問你要不要吃瘦肉精? 你怎麼回答? 我不吃 你不吃是不是? 你不吃給別人吃是不是? 你自私自利是不是? 我想說那個範圍很少 你吃給我看 很少你先吃 我做立法文為要保護全民健康 空氣當中有任何的PM2.5的PM0 好了 最後只好大家一起作弊了 這就是語言帶動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同學們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用的語言它本身來講 本身 不管你用英文來講 用法文來講都一樣 本身語言就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它給你一個就是一個教條式的思維 如果問你是不是白人? 那我說純白人的話就是白子 一點的色素都沒有 那很奇怪 搞不好白子身上還有一點色素 就是沒有人是人 那問你是不是黑人? 黑到全部都是跟晚上一樣 燈一關以後有沒有這種人? 我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語言中就會出現這種絕對的教條式思維 所以懷疑主義的最主要的動因就是要告訴我們 我們要思考 但是我們要突破語言帶動的思考 這就難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道理? 是不是這個道理? 同學們就可以慢慢發覺說 像我們社會中所有的爭議 電視節目上的政論節目的爭議 全部是來自於這個語言上的帶動 全部是這種帶動 就讓大家一種認定 那很困難 因為我們思考有鼓勵 來大學要鼓勵我們思考 那我們思考用的語言本身也有錯誤 那我們怎麼樣在這種錯誤中爬出來 陷入你一招 完蛋了 你知道嗎? 完蛋了 所以為什麼人家那個工程師治國就是 覺得說你們哲學家根本在浪費時間 講來講去都是錯誤 工程師是用做的 跟著一刀下去 你現在過山很麻煩對不對? 我把山整個挖開 你現在跑出來環保專家講 你把山一挖開以後可能會有這個問題那個問題的 以後再講 所有的可能我全部把它降為零 所以這個大家了解 這個整個懷疑論的一個基本立場 來自於我們語言帶動 所以這個語言帶動的話 它產生的最大的一個結果 就是我們有教條主義的思維 很容易就有產生教條主義思維 這個不管你同不同意 這個是我們所面對的共同的問題 共同問題 所以因此大家會發覺 我可以舉的例子太多了 其實我講的東西 如果我們那個 我們上懷疑論的一個基本立場 是要告訴大家怎麼樣重建 我們人對於面對這個世界 在調查這個世界中的一個信心 就讓大家可以了解 好 那我們大致上做一個比較long introduction 讓大家發覺說 如果我們就一般的思維來講 我們出現一個大問題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太容易在這種太陽 太極陽 就是陰陽五行之間 非陰極陽之間做出選擇 那實際上 真的的重點是在那個融合的過程中 那個動態發展過程中 產生出我們要的答案 對不對 同學們都非常清楚 同學們非常清楚 我跟你們一樣 我也談過戀愛 談戀愛的過程中 就是一個融合的動態發展過程 就是你很熟以後 你才會問到說我是不是談戀愛了 然後發覺我已經死了 你那時候有沒有談多久了 就是這種過程 你不可能說 來…戀愛100分 我現在75分、90分 差一點、差一點還不算 馬上分手 沒有這種人這樣子搞的 沒有人這樣子搞的 對不對 但是語言就會出現這種結果 對不對 語言裡面才會出現那個分手 通常都是藕斷、屍孩、連 對不對 但語言分手停止一下 那怎麼可能呢 那流栓馬上刀子就來了 就這種結果 所以就是實際發生的案例也是如此 語言造成的結果 所以你不是已經說分手嗎? 不行 還剩下流栓跟…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道理 這大家就了解了 這事實上也是如此 所以語言帶動我們的思維 導致我們行為上、認知上出現錯誤 所以很多人就會發覺說 這是大問題了 這是大問題了 其實解藥不在心理諮商室 解藥在哲學系 這是哲學問題 對不對? 我們今天就是要挑戰這個問題 所以說這個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每個人都會有這種問題 就是說沒錯 語言讓我作出 arbitrary decision 你知道這個字嗎? arbitrary decision You must be able to know this word arbitrary decision Language makes us to decide arbitrarily but somehow our psychological states haste states all the time 對不對 這個是 We always have a consciousness beyond the language though like when I make a statement Yes, that's precisely what I'm saying That's precisely what our consciousness But consciousness is too complicated What I intend to say is that and our psychological state Proof When you said we think in languages I'm also proposing that You also think things you do not mention explicitly in your mind Despite What if you do not mention in your mind What do you How come that you know it is? So let's say I'm thinking in my mind I want to eat something for lunch Yes It's probably also acknowledged that I'm hungry I don't think it but Yes Then It's there Then what? I never said Yes, you cannot eat nothing You must be able to eat something which you know Right You must be able to recognize when they say You do not eat chairs You eat food And you must be able to know what food is before hand Right So without the language you would not be able to think Without language you would not be able to think That's the reason why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are different from the animals Because we have languages which can be further clarified OK Let's go back to Chinese teaching and later on I will teach you specifically 好 為什麼介紹這麼久 就讓大家了解到 要讓大家清楚地知道 我們做懷疑主義需要的問題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已經感受到這個問題的震撼性 而且我也認為 你如果不從事哲學的調查 你不會進行這樣子的思考 好 那我們叫皮若主義 Pyronis 在那個懷疑論者在那個Canadas之後 這個皮若懷疑主義找到另外一個 這個Pyronis of Alice的話 它其實是代表舊的一個懷疑主義的立場 他們懷疑主義的立場的話 他們是把懷疑主義做了更精緻的認知 什麼更精緻的認知呢? 就是同樣也懷疑負面的教條主義 所以我們現在歷經了 我們懷疑理性論者 那種實在的因果解釋論者 我們也懷疑了經驗論者 那種經驗產生規律的 然後這種因為經驗的話 只看表象 不做任何解釋 不假設有任何的實在 不談到任何的本質 我們現在的話 採取中間的 我們稱之為方法論者的一個基本立場 而基本立場的話 我們又強調說是 不做出任何超越直接經驗範圍的判斷 因為超越經驗範圍判斷就進入了一個非經驗的部分 然後所關注的很明顯是倫理方面的問題 請同學注意 這個是重點 這是重點 因為很多人會以為我們討論的 懷疑論者強調的是知識上的 如何知道真假的問題 錯誤 我們強調這個倫理方面的問題 為什麼會強調倫理方面的問題很重要呢? 事實上的話 我正在考慮 因為我不是寫一本書叫求真嗎? 我之後要準備寫一本書叫求善 那為什麼呢? 這個說你這個真的認知 真的認知 然後明明知道真的什麼 然後你不說真是什麼 而說是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說謊 說謊在道德上是一個很低下的行為 所以說如果你先認知有真實 然後才知道人家沒把真實說出來 然後就覺得被騙了 這是道德上的問題 現在的話 這整個就改變了 如果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真 如果根本不知道什麼真的話 就無從分辨自己是不是屬於被騙的狀態 如果不屬於被騙的狀態下的話 就會進一步來找尋 進一步找尋真是什麼 所以的話 你就沒有那種被騙的感覺 同學們要知道 同學們要知道 你知道人最痛苦的感覺是什麼嗎? 人最痛苦的感覺就是被你信賴的人欺騙 你看 這個人最痛苦的感覺就是這裡 什麼人最痛苦的感覺就是被抗台大 被抗台大其實是好事 我告訴你 被自己信賴的朋友欺騙 那是很痛苦的 為什麼? 你覺得說在這邊完全都是真理 結果後來發覺我們的連友誼都假的 那你如何從這種泥沼中解放出來呢? 就是發覺這個世界上其實並沒有絕對的真理 這種預先替自己認知 而且是很清楚的認知 有理由的認知 你覺得棒不棒? 我覺得很棒 adlaxia是這種感覺上 我等一下會慢慢一步一步解釋 所以大家 同學們要了解一下 我首先要告訴大家 在認知的過程中 我們有經驗上的跟本質上的 本質上的那種本質主義 實在主義 或者是理性主義是有問題的 這個問題的部分是我們之前講得很清楚 大家沒有問題 然後經驗上的認知的話 是經驗上認知 因為經驗上純粹只有瞬息萬變的經驗 所以我們因此而完全不認知 這個也不是我們的立場 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好像就是其中的 就是一切都是假的 其實也無所謂 你是屬於虛無論者 還是懷疑論者 還是相對論者 你是哪一種 你隨便選一個 你根本不用知道 他就是 虛無就是完全不知道在幹嘛 就比睡覺的還虛無 就是我睡覺很 所以覺得沒用 我睡著 我不一樣 我想睡就睡 我不睡就不睡 這是虛無論者 懷疑論者是到底有什麼 睡覺跟醒著有什麼差別 這是懷疑論者 相對論者是 有的課我很聚精會神 有的課我馬上睡 這個叫相對論者 你是哪一種 都沒有 都沒有 對不對 突然變成啞巴了 好 那沒關係 那我就是跟大家來講說 在整個認知的過程當中 我們進入了第二步 就是負面的教條我們也不認同 然後第三步 請大家注意 這是我們看到 Sextus Empiricus要做的奴隸了 就是你做夢也想不到 這種認知真理的問題 居然是一個倫理上的問題 是一個倫理學上的問題 這是一個倫理學上的問題 為什麼這是一個倫理學上的問題呢? 因為我剛剛已經舉了很多例子 對不對 就是沒有人願意被騙嘛 對不對 沒有人願意被騙嘛 其實大家很喜歡指稱別人騙了我 對不對 很喜歡指稱別人騙了我 網民、年輕人、被剝奪的世代 沒有未來的感覺 覺得被前面人騙了 我昨天在節目裡就談到退休金 談到退休金 我說退休金絕對 只能夠發生在社會主義的概念 在台灣這個標榜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也出現了 從搖籃到墳墓 沒有搖籃 只有墳墓 永遠設計退休金絕對自己不斷加碼 才會出現這個結果 才會出現這個結果 年輕人感覺到 天啊 我的未來在哪 感覺被騙了 這當中 就是你仔細看每一個過程當中 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你在認知真實上 會覺得說那個entitlement 那個真實 It is true that I am entitled to have a good pension 的那種概念 那種概念 對不對 所以說它是一個倫理方面的問題 它試圖避免可能是有接受任何價值理論而導致的不幸福 所以同學們要注意 這為什麼是倫理的問題呢? 因為接受任何價值理論而導致的不幸福 這個現在的這個年輕改革的問題就是發生在這裡 有一種人活在很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中 結果到老了 居然有一份還不錯的 很有尊嚴的退休金 然後任何人要改 為什麼別人要改 因為大家有接受了不同的價值理論 很多人會發覺這個價值理論本身是有過程的 我不排除 我們包含就有 包含我本人在內 都非常期待退休金 我每一天都是以領退休金為己任 但是這種理念的話 確實是 我接受的這個價值理論 你覺得有沒有問題? 相對於你的處境而講有沒有問題? 相對學生都很乖 他講到這個問題 他覺得有問題 為什麼有問題? 因為你接受這個價值理論 而且你還想要verify它 把它當成真的來對待 所以這構成了社會的衝突 這我們社會上最大的衝突 八百壯是埋鍋造範 也就是在講這個 現在正在發展 對不對? 你接受了那個價值理論 所以說 你既然已經承諾了 就是你講的話 你講的話就應該是真的 你如果不真的嗎?什麼什麼的 這不就是完全一樣的事情嗎? 不是發生在我們今天嗎? 你打開報紙 跟我們從影片講的什麼不一樣 完全一樣 所以說 如果理論根本是不可信的 那麼接受這個理論為真 就是導致精神上的苦惱 你就知道這事情有多嚴重 動搖國本 懂嗎? 這個事情就非常嚴重 而且是發生在我們生活周遭的實際的例子 對不對? 你們是年輕的世代 你們只會底下叫 到時候跟著一起亂喊 但實際上心裡的那個怨氣生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這裡頭有強烈的理論的基礎 我們不知道 你要講說 就是你要跟他講說 大家都不要吵了 你們相信這種entitlement是真的 這個本身來講 因為你相信了這個價值理論 所以你才不快樂的 對不對?你有沒有感覺? 你有沒有感覺吧? 是這樣子的道理 本來就是這個道理 對不對? 你把那個資本主義發展了40年 你把社會主義都拉進來 你以為這是這麼簡單? 但是這兩個意識形態是衝突的 對不對? 這是西方的意識形態 因為台灣人走的是儒學的意識形態 他認為說 什麼儒學的意識形態? 不是儒學就有一個儒家的意識形態 台灣的儒家意識形態 台灣有儒家意識形態嗎? 不是儒家 就是台灣就很明顯有一個中國人的意識形態下 台灣就是中國我 不是啦 不是 你不要激動 台灣中國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每個人腦袋都有意識形態 你剛才要講 你要講的這個才 那你說 那你說什麼? 不是 他說 他並且接受了這樣不會導致不幸福 那有沒有可能 你不接受也會導致不幸福? 當然有可能 那所以他意思是說他覺得不接受 接受導致不幸福 你看 來… 同學你看 他講的就是好例子 接受了不幸福 那不接受也會不會導致不幸福 這個是標準我剛剛講的語言上的謬誤 對不對 我強調的重點是什麼? 在接受跟不接受之間是有個動態發展的過程 過程 了解嗎? 所以過程是幹什麼用的? 就讓你改變用的 對不對? 懂嗎?強調那個過程 因為你剛好陷入了這個負面的教條主義 是不是? 是吧? 你了解我在講什麼嗎? 對吧? 就這樣子 你看 充滿了怨懟的心情 但是還是說 對 好像是這樣子 也是這樣子 這個並不容易 一般人的話就是要理解這個情況並不容易 像你講那個有點遙遠 有點遙遠 每個人都有意思 什麼儒家中文 不是 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因為錢多了就把退休金搞得好一點 現在沒錢了就搞得差一點 就這麼簡單 他講到什麼儒家去了 儒家都是 儒家窮了兩三千年 你知道嗎? 中國人說只有最近才吃飽了 以前幾千年都沒吃飽過 開什麼玩笑 好 有沒有不同的意見? 結論非常重要 就是你講的 你看 我們這個同學也說出重點來了 你再唸一遍 把那個重點再唸一遍 你不要緊張 慢慢講清楚 articular一點 口齒清楚一點 來 避免可能是有接受任何價值理論而導致的心理 對對對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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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沒有可能完全避免 沒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你總是要接受一個理論的 對不對? 像有一同學突然冒出什麼儒家理論 你總是會理論 這個理論的話讓你會覺得 理運大同篇 對不對? 老有所忠 壯有所養 對不對? 就這一套 問題是誰養呢? 拿誰的錢來忠呢? 就關鍵在這裡 好 好 那麼也不是不接受它 也不是接受它 就這樣情況 那同學會有一種suspicious suspended的那種感覺 就這樣 就是為什麼叫動態呢? 靜態很簡單 靜態就是有沒有 有沒有瘦肉精 你吃不吃瘦肉精 很好 非常懂 但是有沒有 但是問題是在哪裡? 科學家都知道 科學家講的是機率、概率、probability probability就不會是沒有 對不對? 是這樣子 你們在做每一個人的話 所有的科學中講的都是這種機率、概率、問題 所以語言中帶動的情況 非常好 馬上就應接受了 好 那同學就了解了 所以疲弱主義的起源的主要問題 就是沒有像我講得這麼清楚 但大家已經看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說很多人會為文字的表面意義在計較 但是經驗上的感覺跟文字的表面意義差距很大 連語言本身來講我都懷疑有這個問題 所以說也因為這個認知 也因為這個認知 大家就可以進一步地發覺 發覺什麼呢? 進一步發覺說 我們確實生活當中面對了很多困難 很多問題、很多爭議 來自於這個觀點 是不是? 你隨便舉個消息 你打開報紙 你不是整天看手機嗎? 隨便舉個消息 大到國家的這個未來發展方向 小到這個夫妻不合 都跟這個認知上有關係 有關係 我不用再多進一步舉例子 很多人對於自己所接受的價值理論 視之為真理以後 沒有辦法回到現實世界 相信那個語言所構成的那個美好世界 然後後來發覺日子過得 好像感覺上跟自己所認知的理想有一定的差別 這一種沒有必要產生的 是需要用一種實際實踐的態度來解決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強調 華裔論是一個倫理的問題 好 好 我們現在簡單介紹一下皮若主義的起源 皮若主義的話 它跟原有的華裔主義的意思、立場不一樣 但是它把這個問題整個結合在一起 Pyronist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問題 我在這邊課堂特別跟大家介紹的這個部分 主要原因就是 我覺得它是一個解釋上的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 讓我們突然可以釐清很多人生上的關卡 皮若主義認為教條主義的哲學家和學院派懷疑論 學院派是上次我們提到的Academics 就是柏拉圖的遺傳下來的 他們發表的主張太多 前者說有些事情是可以知道的 這是教條主義 Stoic Stoic認為倫理學中的事情是我們可以知道的 比如說你沒辦法證明 你沒辦法用科學來證明人是道德的動物 你只好承認人本身上就是有道德的傾向 當你只好承認的時候就是教條主義的立場 對不對 你只好 就是你其實不是證明有的人講 我曾經參加一個演化倫理學的討論會 大家認為唯一能夠從動物上的行為找到倫理道德起源 叫做King selection 就是為了讓族群保衛 所以有一些人會獨立站綱 然後他最早先被老虎、獅子吃掉 這種為大家犧牲的 Ultreism 利他主義者是構成了道德的起源 但是在解釋上來講 離人的那種繁複的道德行為還差很遙遠 還差非常遙遠 那我們道德的行為 沒有辦法清楚地告訴我們 人跟動物到底哪裡不同 所以很多道德行為上斯多噶哲學、斯多亞哲學就強調 斯多亞就認為說 我們必須以教條的態度來接納我們對於道德的認知 必須的 因為如果說你要用質疑的道德認知的話 道德認知的任何一條都是可以被質疑的 都是可以被質疑的 就是 所以說也基於這個立場 也在基於這個認知的感覺 產生了一個認知上的一個差別 那另外的話就是講學院派後者 學院派說沒有什麼事情是可以知道的 期中考前我們就在上這個 對不對 沒有什麼事情 每一件事情是可以被懷疑的 沒有什麼事情是可以知道的 每一件事情當你知道任何東西的話 我們只要問How do you know就可以了 你在整個證承的過程中拿不出具體的理由 所以為什麼這個有關於這個教條主義者跟這個懷疑主義者 他們有這麼大的爭議呢? 就是因為我強調的重點 就是我們兩者之間在認知的過程裡 有一個實際上的一個差別 語言上的認知跟實際上我們活的環境 所以疲弱主義者 這個請大家注意 過了休息時間 我們要特別上這個詞 擱置 對於所有相互矛盾的問題進行判斷 包含任何事情是否可以被認識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真理的問題都是可以被擱置的 這個擱置有一個很重要的希臘字 變成了我們哲學後來發展的主體叫Apoche APLCHE 那個E上面要打一個那個accent Apoche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 有一個整個20世紀的重要的歐陸哲學叫現象學 他們裡面的第一個就是把所有的這個爭議先擱置 然後來探討現象的本身 就是我們在所講的 所以大家要了解 我只是用很平易的方法 把這個20世紀哲學中非常重要的問題介紹大家 但是我著重的不是在哲學的內容 而是在哲學的應用 我哲學的應用 我讓大家可以感覺到 我們生活中出現很多問題 都是需要從這種方法來看待的 我們現在要剛剛那一堂課中 幫大家定義了所謂的疲弱主義的一個基本的想法 聽起來很明顯 對我來講很明顯 是一種進化版的懷疑主義 它的主要的內容就是有兩方面 第一個 對事物到底是什麼的問題 不採取固定的立場 而採取動態發展的可能性 這是第一個重點 這個我希望大家都慢慢能夠掌握到裡面的內容、想法 我剛剛也舉了很多例子 對大家來講也相對而言就比較重要 就是一個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 第二個例子 就說這是一個很積極的倫理態度 為什麼是很積極的倫理態度呢? 因為我們確實面對了這樣子 不願意被欺騙 不願意知道真理 而沒辦法享受到真理的這種情況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積極的倫理態度 這是第二點的重點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就是Saxtus Empiricus 跟大家做了一個前言式的說明 Saxtus Empiricus 針對它懷疑主義要做定義 那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一個字一個字念 讓大家清楚的了解 應該是非常好懂 不複雜 懷疑主義並不是一種可以陳述的理論 因為它是一個 就像科學一樣 不是一個可以陳述的理論 沒有人用理論可以來介紹科學 而是一種能力或一種心理態度 一種能力的展示或一種心理態度 用來對抗任何超越現象的知識斷言 什麼叫知識斷言呢? 就是這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不是這樣 這個叫知識斷言 以及反對擁有任何非知名事物之證據 這個就是知識斷言的一個基本立場 然後我憑想像 我是看到的 就這樣子說的 大家都看得到 好 那麼就是請大家要了解這句話 就是說它不是一種可以陳述的理論 換而言之 我上這個課到現在告訴大家說 我沒有說懷疑主義是什麼 它不是可以被定義的 而是一種能力或心理的態度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 接下來要講的重點 對抗任何超越現象的知識斷言 我只能夠就現象做判斷 就是這樣子 就現象做判斷 然後對於所有一切非知名的事物的話 就是擁有任何非知名事物 比如說我的想像 我認為我的想像一定正確 這種觀念 就是要懷疑的態度 所以譬如主義極力聲明懷疑主義是一致一種 一致一種叫做教條主義的方法 叫Mathism 它是一致 因為教條主義是什麼呢? 教條主義會產生了兩種負面的影響 第一個 你相信它為真 那這個會讓你後來發覺它不是真 你會受到打擊 第二種的話 相信它一定不為真 結果它是真的 這種也是出現 這種過度相信某種事物為真 或是絕對不為真 這叫意識形態 就不會變化的 那其實心理上的態度是要你產生變化 醫治一下 因為這種會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一種 久了久之會有一種心理上的疾病 我曾經碰到一個人 他內心跟我講 我剛剛跟大家講說 人最大的痛苦是被自己相信的人所騙是最大的痛苦 他說還有一種比這更痛苦 就是你相信一個宗教 然後這個宗教騙了你 然後這個宗教又來 你發覺它還是有引誘力 這種是很痛苦 就是說你會發覺 其實你性的問題已經完全被超越了 我要講什麼東西 我不方便說得太清楚 不過我就要說明 過度相信 所以大家都知道什麼叫基本教育派 Fundamentalist 命都不要了 所以我有的時候 我在有機會評論伊斯蘭國的戰事的時候 戰爭的事件的時候 大家可以知道 那個敘利亞的Rakka打下來的時候 72小時讓女人跟小孩走 打下來以後沒有一個火口 我不曉得你們看不看消息 那任何人都知道 宗教的戰爭就這個結果 幾千年來都沒有例外 那是為什麼 留一個火口 他就是跟你拼到底 這過度的相信 那這個就變成一種 信念上來講就變成一種病態 因為我們太幸福了 沒有出現過這種問題 一個都不慎的事情 我這是聽過好幾次這種案例 我喜歡看這種 喜歡看這種事情上的應用 所以說教教主義就是 就這個非知名世界發表意見 然後認為這些意見是否正確 而感到困擾 跟大家先強調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哲學家上哲學課 跟宗教是對著幹的 宗教課沒有懷疑主義 宗教課只有教條主義 我們沒有這個 我們完全沒有這件事情 我們也不懷疑 也不教條 我們基本上是強調動態的理解 辯證法的應用 辯證法的應用 就是強調這個部分 我們強調的是這個部分 這個差別很大的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不曉得為什麼 我個人就沒有這種感覺 但有的人會認為宗教本身 就滿足了心理的需要 對 Yes 是需要 有一個基本教義的需要 但是並不會真的告訴你一些什麼道理 這種煩惱 會變成一種精神疾病 或是心理紋亂的這種情況 所以說大家可以知道 這是我講的一個心理狀態的一個認知 那這個 那麼也基於我今天上課 開始的第一句話就是講 譬如我主義 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叫Saxdus Empiricus 這個主要代表人物的話 他強調的重點是什麼呢? 他強調的主要的重點就是 他是一個醫生 那醫生的話 為什麼特別強調醫生這個行業呢? 那醫生就有兩種 一種是 對症下藥 另外一種是強調徹底根治 那我們認為說徹底根治有 人馬有限制 有限制 理想當然是一回事 徹底根治有困難 所以好的醫生能夠對症下藥就不錯 那對症下藥就是一種經驗主義者 經驗主義者他有方法論 這個方法論者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不會認為說就沒救了 就沒解了 也不會認為說有救了 有解了 我認為以每一步每一步就進一步的看 所以這是醫生對的態度 那醫生要醫什麼病呢? 醫生小病 小病痛可以 大病痛什麼呢? 就是人普遍相信真理而不可得 產生了內心的紊亂 或是不相信真理而突然發現真的事情 又避險在我面前而產生了這種感覺上 壓力非常大 而得到這種情況 那這種例子非常多 也可以說是我們人生當中所有的大事主要的來源 比如說 像這個我們現在講到說 這個在國內 每一天遇到了很多事情 大家都希望透過一個有效的政治制度 選舉來改變我們對於這個所有的這個政治上的紛爭 有一個徹底的解決方法 我們稱之為自由民主的制度 Liberal Democracy 然後如果Liberal Democracy 大家認為是真的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制度 那突然發覺好像這個制度沒辦法解決任何問題 一次又一次的選 重選 像德國昨天 梅克勒宣布今年9月24日剛選完 明年9月要再選一次 大家發覺再選一次 同一批人又一樣的candidate 那再來一遍 那大家都對於整個政治制度大肆所望 大肆所望 會發覺 像英國來托歐 說你們每次討厭加入歐盟 麻煩 來個公民票 托歐現在 談判 很難談判 為什麼很難談判 因為歐盟講說你不能夠說進來就進來 你說走就走 你要負責所有的損失的費用 630億的歐元 那英國說開玩笑 我怎麼會付這個錢呢? 我投票的時候沒想過要付這個錢 那你不付這個錢 你就直接硬托歐就滾蛋 一滾蛋以後 什麼都不一樣了 那英國算是很麻煩 就大家發覺自由民主制度 沒有辦法解決你心裡想要的問題 那沒有問題 沒有選項 沒有選項 大家知道嗎? 其實現在到了一個讀政治哲學的好機會 沒有選項了 沒有選項以後怎麼辦呢? 人就感覺到很焦慮 很失望 壞也壞不到哪去 好也好不到哪 就成了這種拖屍狗的局面了 是吧? 所以我強調的 也就是說針對這種 然後這種 所以皮若主義像醫生一樣告訴病人 他們應該如何擱置判斷 擱置approche 藉著這種方式減輕其痛苦 然後疾病就會消失 病人會處於一種平靜狀態 這個當然是理想的 其實同學們可以了解到 我覺得在這堂課當中 我講了一個重點 語言本身是有立場的 語言本身告訴我們的是非黑即白 不是白天就晚上 非陰即陽 是對立的 從來沒有告訴我們中間的過度是重要的 語言本身像維基芬一樣 所以語言本身 很多人剛剛講我們用邏輯思考 沒錯 邏輯就是這種非黑即白的這種思維模式 語言就是這種 但實際上在我們心裡的狀態中 那個太多了 遲疑、hestation、reputation、dilemma、ambivalence 太多太多了 所以大家就比較不注意這種情況 那麼我這邊講的就這一種情況 好 那麼這個疲弱主義 這個同學們大致上都可以了解到了說 我們已經透過剛剛上面一章的解釋 把這個真理的認定當成一個倫理的問題來看待 而且這種態度是比較好的 對不對 比如說 再舉個例子 再舉個例子 亞里斯多德說的 人是政治的動物 人是政治動物 做一個年輕人 像我們學生 大家這麼年輕 因為年輕有未來 你當然要在乎你有未來 你的未來是什麼呢? 你的未來就是要幸福 你的未來就是幸福 很多人講未來就是賺很多錢 那個很抽象 幸福也很抽象 但是你的幸福的話 感覺上就是你不要有痛苦 那什麼是你痛苦的來源呢? 痛苦的來源就是 我舉幾個例子 跟大家溝通一下 讓大家了解 我們有很多的刻板印象 我隨便做一個調查 我喜歡做這種調查 但這個調查現在越做越無聊了 說我們台大的學生 認為自己讀了台大畢業以後 薪水應該比非台大人高一點的舉手 薪水應該高一點的 全班只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認為說不應該跟人家高一點 能夠一樣就好了 舉手 兩位嘛 你是台大人嗎? 哪一系的? 外的 那個比較跟哲學系接近 那你呢? 農金的 還好 就是為什麼有這種想法呢? 我告訴你 你們兩個絕對是人生的勝利主 為什麼? 你一出門就爬在地上看 爬起來高 你剛剛那個認為應該高 像你哪一系的? 精神很好 對 你認為應該高一點 對不對? 所以 我為什麼要強調這個呢? 也對 也不對 對的原因是 本來大學教育就是一個精英式的教育 那為什麼不對呢? 其實現在的整個環境當中 時間就改變了 有這種想法會構成了你內心中的不舒適的感覺 有這種不舒適的感覺 那有這種感覺 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你覺得你應該比較高一點 就是感覺 真實是不是應該這樣? 我平常演講喜歡講 如果是讀財經的 如果是讀財經的 哈佛大學跟佛光大學 學費差100倍 績效到時候再講 反正都有個佛字 佛祖保佑 是不是這個道理? 是不是這個道理? 就的確是這種情況 的確是這種情況 所以傳統的認知 這種感覺 也對也不對的意思就是 大家在認知上要能夠有一個動態的發展 一個動態的發展 高等教育 不要講台大了 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跟沒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薪水應該不一樣還是應該一樣?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就是有沒有受過高等教育 有沒有讀過大學? 應該一樣還是不一樣? 你說說看 應該一樣還是不一樣? 要看做什麼工作 要看什麼工作 要看什麼工作 如果讓讀大學的話白讀了 我的意思是指說就是 如果你高等教育跟不一樣的話就不能比較 我就完全是問一種典型的一種印象 問一種印象 你知道為什麼會問這種印象嗎? 因為能讀的 現在不就講嗎? 能讀高等教育的人就一定要讀 是不是? 是從這個推理過來 你覺得呢? 應不應該一樣? 可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預設高等教育跟薪資是掛鉤的? 很好 這是綠黨的想法 豐富自己的人生跟薪資完全不要掛鉤 一輩子不工作的人最了不起 從來沒有任何的羈絆的想法 那是你個人的選擇 我現在問的是故意問一些讓大家感覺到很焦慮的問題 薪資是讓大家感覺到最焦慮的問題 對不對? 是不是? 你覺得不是的話 你拿出身分證的名字 快來看父親藍 看看是誰 對不對? 有人一猜郭台雄 完了 對不對? 那就不一樣了 所以總而言之的話就是要說明 你會有這種想法 是因為我們對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焦慮 來自於特殊的極點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大家認同的 像你問的那種問題講說 為什麼武度大學的話 以後一定要工作 你不要跟我講 你就跟你爸講 你跟爸講馬上啪、啪、啪、兩巴掌 回到家來掃地 對不對? 就大家在認知上有一種焦慮的來源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講? 是不是這種情況? 這個是一般來講 我們現在談的是大家整個社會都病態了 我說良心話 我很早就遇到這種反病態的狀態 對不對? 因為我拿了家裡賣掉房子的錢 跑去留學 讀的是哲學 全家人都完全不能理解 你知道嗎? 無論我305跟他講做多大的承諾 他們都不能夠理解 外面 能說善道的 為什麼去不挑一個比較recreative的行業? 怎麼挑這個? 我說這個行業非常賺 沒人相信 後來我自己挖到金賣了 看到了 還沒挖到 準備用炸的 就看到了 每一個人的性質不一樣 因為我經歷過那種綠黨的生涯 發覺人存在是為了自己 而不是為了工作 老闆的話都沒有人性 人性的話是靠自己建構的 整個想法上來講的話 認為自己是肯定自己的最主要的根據 後來發覺 長大以後慢慢慢慢發覺 這個已經變成了社會中的病態跟反病態 其實兩種想法其實都有問題 所以一種的話 像這個同學的想法 我假設他跟我當年一樣 是屬於這種廢物的象徵 然後另外一種的話是想要也不會要的到 沒有那麼簡單的 靠學歷沒那麼簡單的 就是這種情況 好 那麼 許多主義跟學院派的懷疑論就不一樣了 他們不是消極的教條主義者 他們認為知識既不是可能的 也不是不可能的 這個我解釋了這麼多 就是要告訴大家這個觀點 就是要告訴大家的觀點 那麼因此在他們的懷疑論證和追求證據的恆等性中 消除教條式的斷言 他們仍然是尋覓者 我們的那個investigation 就是inquiry 就是一個持續的追尋 找尋 就是這樣的持續的找尋 持續的這個人生應該有的積極態度 這種心理狀態 那麼我們要從更為深入的角度來解釋 譬如說主義所締造這種懷疑主義的精神 更為深入 所以說第一步的深入就是已經變成了一種倫理上的問題 消除內心的一種焦慮 一種緊張 一種擔心 害怕 這種感覺 這是一種情況 好 譬如主義的名稱 譬如主義起源 那麼這個是到了這個 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一個態度 為什麼認為擱置一切的判斷 反而是一種積極的健康態度 同學們現在聽到我們課的時候 都以為我在上課 都以為我在上課 其實我不是在上課 我在宣揚一種人生的態度 我在宣揚 而且我自己真的就是用這種態度 我自己用這種態度 而且所以我在任何場課都可以開玩笑 我很適合開會 非常會開會 我發覺開會本身的話 所有的人開會的話 都是帶著這個會議要解決問題的這種心情 It is true that we are going to solve some problem的心情來開會 我覺得不會成功的 對我來講的話 會議能不能解決問題 都是完全看當時大家討論出來的議題 你當時給予大家這個經驗的內容 我不是在宣揚一個上課的內容 我這個東西你是找不到的 是我自己的 除非我把它寫出來 否則找不到 是我自己的哲學心得 我原來是一個喜歡自我反省的人 這個不是 就是大家不會聽到有人這樣子上課的 我講的話 我講給你們聽 為什麼我講得好好的 我要告訴大家說 這是宣揚我自己的人生態度 我要遇到你們反對的意見 說老師 你是瘋子 人家不這樣想 你跟人家不一樣 那我說那好 請你告訴我 跟人家不一樣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說服我 你如果說服我的話 我就以後就不要再上這個課了 懂嗎? 所以學生 我不是在宣揚上課內容 你這個Google 估不到的 沒有人是這樣子講的 我是把我所有認知的東西 我就覺得 我覺得我讀哲學要有用 要把我的人生中的問題放在這裡頭 所以我看到同學講 這個我們期中考 廢話 我期中考的話 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要把成績交出去 但是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我自己的態度 你倒可以Google Google 我平常在幹什麼 我平常動 我最喜歡嘗試新的東西 我們這個助教跟我是長期合作 我做任何的新的東西 我非常enjoy這種面對新的挑戰的感覺 因為我發覺 不從新的東西來講 極容易流入舊的東西的陷阱當中 有不同看法 所以我自己就是跟大家在介紹皮若主義之前 這是我自己的人生態度 我不是在上課講一個內容 編個講義 不是的 我是自己要把我自己的人生態度 用一種哲學的方式表述出來 就是這樣才有用 因為很多人覺得說讀哲學有什麼用 我很認真地活著我自己的生命 就是這種態度 因為一般說來 很多人會覺得說這個只對你一個人有用 那我說 我有一套理論 你看看 這套理論重要 決定了我還是我決定了這套理論 是這樣的想法 好 Puridist 來自於古希臘人對於一種特定的懷疑主義的稱呼 特定的 這個特定大家現在已經知道了 就是不說知道什麼 也不說不知道什麼 是強調持續的追求 這種懷疑主義以皮若為名 其實並非直接來自皮若 皮若曾經宣布所有的事物都無法確認 尤其必須撤出任何事物的真實訴求 這叫擱置 尤其有關於這事物是好還是壞的訴求 請大家注意 我們這已經強調的是好壞 而不是真假的問題了 這已經完全是變成倫理上的問題 晚期的皮若主義者 尤其是Agriaba Agriaba在西文寺 重新定義了懷疑主義的方法 將標準集中於反對任何具有教條意涵的標準 也等同於反對未懷疑而懷疑 這個這一點相較於態度來講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很多 我們很多人在受教育的過程中 大家都不適宜高等教育 因為你的中學教育叫基本學歷 大家知道高中跟大學有什麼差別 你知道高中跟大學 高中教育跟大學教育有什麼差別 你知道有什麼差別 高中教育跟大學教育有什麼差別 在美國恐怕不太清楚 沒關係直接什麼優秀高中生來修大學學分 在歐洲是非常清楚的 以前英國有一個首相叫教major 他就沒讀過大學 他就不用讀大學的 高中跟大學教育有什麼差別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們都是高中最優秀的人考到大學了 高中教育跟大學教育有什麼差別 你覺得呢? 你隨便講 你感覺高中教育跟大學教育有什麼差別 大學比較專業 大學比較專業 高中呢? 高中就是基礎學科 基礎學科 然後比較不專業 可能就是預備知識之類的 差不多 但是沒有講到重點 你覺得高中跟大學教育像不像? 差別在哪裡? 就學 其他 有沒有不同的意見? 你有沒有變成 你在笑 你來… 這個 同學穿了一個黑上衣的 高中教育跟大學教育有什麼不同? 還是沒什麼不同? 還是認識的人不一樣? 都有 沒什麼不同 而且認識的人不一樣 所以合起來變成完全一樣 只是同學變了 他不是廢話嗎? 你認為呢? 高中教育跟大學教育有什麼不同? 高中不用懷疑 我說過嘛 對不對 對 他就聽得仔細 我一看他一眼就是成這樣 高中學的是基本學歷 你如果高中全部學會的話 很厲害了 我告訴你 基本學歷不用懷疑 都是對的 大學剛好顛倒過來 全部懷疑的 寫個paper的話就originality 第一句話講 大家都認為這樣這樣這樣 文獻回顧 其實他們都錯了 發生錯誤的原因 經過我的實驗 發覺能夠證明他們都錯了 這篇文章不得了 超牛的 就出來了 在高中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針對教科書講 教科書懷疑 老師講說你先考大學再講 對不對 但是你高中如果全部學100% 100% 我敢講一個考進台大醫學系的 他對高中的知識的掌握最好 比他後來七年學的東西 在基本學習上來講 絕對好太多了 這七年下來 只是讓原有的 讀法律的英文會退步 讀這個什麼 讀工程人的話 會對於人文文史則 就沒興趣了 就沒興趣了 你看頭搖得快掉下來的那種感覺 上次我放到機械系前 我剛剛在杭州回來跟他講 上有天堂 他馬上補了一句 下有地獄 就是機械系的 就出現這種結果 完全 這不一樣 這非常不一樣 那這裡頭要告訴大家什麼呢? 就是你在受教育的過程當中 你在受教育的過程當中 你要了解 大學就是學懷疑主義的 大學就是學這個的 那你來大學 人家說大學有用 什麼有用? 如果大學都是懷疑 我們現在確實是出現很多絕疑性的 反對一切 說通通不要 通通不要 好 陷入了另外一種負面的教條主義 如果你家通通 General Statement 任何的話 政府做的是 Negative 那就不行了 為什麼不行了? 如果你到了大學來學的懷疑主義就是反對一切原有的 太簡單了 你知道嗎? 根本不用費工夫 根本太簡單了 來大學太簡單了 太好混了 這為什麼大家喜歡翹課的原因? 你在高中的時候 一個考大學的壓力壓在頭上 你都不敢翹課 或者你考不上學 你覺得難過 你在大學沒有任何選擇的標準 讓你自由自在 像小小鳥一樣飛來飛去 叫來叫去 完全沒有任何的壓力 就要讓你懷疑的結果 是要能夠提出你的原創性的想法 這個 所以我講這個東西 我自己的人生態度 所以這個反對為懷疑而懷疑 請同學注意 來到大學 要你學會懷疑的時候 要你能夠有成果 不是叫你為懷疑而懷疑 你讀歷史就是最重要 遺骨派的目的是要創造出新的論述 並不是說 根本都沒有歷史 大家都跟狗一樣活著 那這樣子不用學了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別 好 重點來了 不知道為什麼上課現在都有power quinn的精神 重點來了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說 大學教育誰告訴過你這句話 我們這個課叫懷疑主義 為什麼在重視教育裡頭? 圖窮筆乃現 我就是把這個匕首亮出來了 就是現在告訴你的關鍵就在這裡了 你來到大學就是學懷疑精神的 要不然你來幹嘛? 原來的肯定的東西你高中就知道了 你現在Google裡面的東西都知道了 你要懷疑幹嘛? 為什麼大學要花這麼多錢 搞出一大堆期刊讓你來看? 為什麼? 如果你從來不讀書 你來大學幹嘛? 你為什麼要受大學教育? 不是很痛苦嗎? 我因為不費功夫 我不敢維持上課的秩序 我很 我就是告訴大家 我跟大家介紹的不是單純的我的人生態度 是我想了很久 我跑到歐洲去讀書了才發覺 原來大學教的就是這個 同時教育就應該反反覆覆的不斷找出案例 我應該一年教理論 一年教實踐 然後一年的話來教案例的活用 一直不斷地讓大家了解 我們的生活中就是學這個 不是你的學術工作而已 你做人做事也是這個道理 所以說因為訴諸了 因為我們通常論證當中來講 除了訴諸簡單的斷言 我這個講到知識論的一種態度 除了說我上課就聽我的 這是簡單的斷言 或是無限後退 結果我上課為什麼要聽我的呢? 就是因為這個上課的課程當中 只有一把麥克風 然後由老師拿著 然後為什麼只有一把麥克風呢? 因為我們整個上課有一個規矩 認為老師負責教學生負責聽 然後一直往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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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到之後無窮無盡 還有另外一種是論證 就我上課為什麼要拿著麥克風講? 因為學生喜歡聽到老師拿著麥克風講 那學生為什麼喜歡聽到老師麥克風講? 因為學生對老師講的內容有期待 那老師為什麼要滿足學生的期待 只好拿著麥克風講 循環論證 其實論證的方式只有這三種 沒有了 你讀知識論也就這三種 沒有其他的可能 那麼 重點到這來了 懷疑論者不做判斷 這並不表示他們的生命之中不做任何決定 因為他們總是要對眼前所出現的一切事物做回應 即使在回應的過程中 他們也無需認定事物就如同表象那般真實 這是基本上的一個態度 就是說 所以我們才會出現說有經驗論者、有方法論者、有實在論者、理性論者 這種基本的態度 就是你怎麼樣面對眼前出現的現象 就是眼前出現的現象 那要怎麼樣來讓自己的人生更豐富呢? 要活得有野心一點 接觸的現象多啊 對不對? 接觸現象比較多 為什麼要強調國際化? 我在我們系上負責系物的時候 我們系上 我自己去跟一個美國大學簽了 讓學生有交換的機會 我們送出去有三、四個人 不管他們感覺怎麼樣 他們回來就只有一句話說 老師多看一下世界 看一下美國的大學制度比不出去強一點 雖然沒有像我這樣積極 但我覺得這就是我要的目的 你看得多? 你想得多? 你回想機會多? 你面對情況多? 你就會發覺 像有些人會覺得說 每天在辦公室好想度個假 一出去 到了這個 到了什麼北海道 到了什麼昆明 一看到大山大水 內心九在溝、八在溝的 整個心情都完全開朗了 為什麼? 看到了不同的世界會發覺 辦公室的勾心鬥角 還不如一下子到了大山大海全部解開了 這種心情上的轉變 對不對? 其實會突然發覺 你所拘泥的一些小事情 並不是真正的重點 那麼也一般說來 不同的環境 沒有人告訴你說看到不同現象要在哪裡? 我覺得有一種人特別奇怪 說什麼一下子到宜蘭看到山水很好 突然把台北房子賣掉了 就我家對面鄰居就跑到宜蘭去住了 我覺得那個決定做得好像早了一點 但是我們好朋友 我們好朋友 但是真的有這種人 真的有這種人 真的有這種人 其實我心裡就會覺得說真的滿有勇氣的 因為原來在不同的情況是要讓你做比較 讓你慢慢看 馬上做了一個決定 做了一個決定以後 所以接下來好處跟壞處都要自己承擔 所以我倒並不是說很多人會這樣子 到了這個階段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不是不做決定 我們是每一個階段都要做出自己覺得最適當的決定 然後給自己留下要改正的空間 如果錯了就改 事實上的話 我們現在強調的也是這個精神 我們事實上也是在強調的精神 如果錯了就改 這是為什麼我們對學生的任何作為都非常非常的包容 那麼學生就是一個會犯錯的公民 Fallible 為什麼? 在大學裡頭大家就講了 你只知道任何事情犯了錯 拿出台大學生證 不要台大 任何學生證 人家都會說學生要給他一個機會 為什麼? 因為你原來教他的是懷疑精神 他懷疑後做出決定有可能出錯 他要改 這叫學習 對不對? 這叫學習 這個話一定要讓學生了解 如果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 他連這個基本的理念他都不了解 那他害怕犯錯 就不敢做決定 不敢做決定結果 就不敢懷疑 不敢懷疑的結果就是大學白讀了 對吧? 這個精神 好 那麼 對於Saxdus Empiricus來講 教條的定義 就是對於一個沒有完全證據的對象表示同意 這個就是教條 這是教條 我曾經說過 教條是好 有好的部分 道德的信念上 為什麼教條dogma 這個神學的字眼 有它的價值跟地位 為什麼? 道理很簡單 因為有關於道德上的事物 你如果任何道德的事物 任何道德的事物 包含你們最喜歡聊的道德上的事物 經過討論都沒有立場 都沒有立場 連包含不能吃狗肉跟不能吃牛肉 討論到最後都沒有立場 人權的概念可以延伸到動物權 甚至植物權都會可以延伸下去 所以任何的這個 有關道德的事物 有教條是好的 但是有教條好的並不代表 因此你就失去了討論的空間 重點在這裡 因為你對一個沒有證據的東西表示同意 你可以表示同意 但是它需要證據 所以你做的事情 就我們完全是要倒過來想 之所以沒有證據 正因為這個認定已經超越完全屬於表象的範圍 也就是現象的本身 我稍微解釋一下 什麼表象、什麼現象、這個範圍、內容、認知 當然有同學問我 什麼叫概念、什麼叫現象、什麼叫經驗 這個都是一些哲學的專用術語 我們用最自然語言表述 每一個人都有感官知覺 每一個人都有 嗅覺、味覺、觸覺、視覺、聽覺 每個人都有 這五種感官知覺有一個特性 它是公共性最高的 它這個客觀性是最高的 這個認知上來講比較容易達到共識 這種經驗的內容當中 因為可以達到共識 所以我們會用語言、用我們的思想想過 用我們的語言表達出來這個共識中的部分 用語言描述是這個共識部分用的是概念來描述 比如說同學 同學是個概念 坐在教室 教室是一個概念 聚精會神是個概念 這個六神五祖是個概念 五金打采是一個概念 然後我們透過概念來傳遞 因為我們經驗累積出來 使得概念有意義的部分 那這樣子描述出來的現象 就是其實一方面代表了我們經驗的內容 另外一方面代表了我們表象所看到的部分 看視覺是最明顯的 那也因為這個緣故 很多人說我們所擁有的就是在現象的描述上 所以科學裡面也是盡量做現象描述 至於現象底下的部分到底是什麼 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比如說現在看到同學的樣子 現在看到同學的樣子 我只能夠說 我只能夠說大家非常關心 但大家到底內心是不是專心 那我就不知道 也無從談起 那如果我談到大家的內心世界 那個這個就有一點亂扯 如果我認為大家的內心世界就這樣子不會被改了 那就是教條 因為我已經逾越了現象的範圍 所以說就是這也是為什麼科學的調查 其實也就是一種懷疑精神運用 就是我們只能夠針對不同的現象做不同的調查 然後把它收集起來 用方法集結起來 然後找出規律 現象的規律就是表面上的表象的一種內容 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為什麼說要怎麼樣假設 要怎麼樣收集資料 這個談的就是這個部分 也是從這種情況 所以說是懷疑主義的精神跟調查的精神 是一致的 就在這裡 那麼這個就是說 你盡可能的不要針對於現象的底層做判斷 也就是現象的事實 這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現象底層做判斷 比如說你現在知道太陽下山 明早依舊爬上來 所以你就會覺得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 那後面這句話就是針對現象的底層做判斷 然後影響了整個世界的認知 後來大家開始發覺我們擁有的只有現象 表面看到的其實不重要 重要的是透過理論來解釋 而理論就不會是真的 就是 這種態度 好 那疲弱主義的論述 就是我接下來要做進一步的清楚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對於任何的現象 我這邊要介紹的東西 比較屬於相對主義的內容 相對主義內容就是在不同的情況下 會有不同的認知 會有不同的判斷 有不同的理解 那麼這種不同的話 有的時候我們就會很難 去想像別人認知的世界 跟我們認知的世界是非常不同的 說句良心話 說句良心話 我們在台灣 就是我們在這個教室 每一個人認知其實都不太一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基本上的看法 就不太一樣 所以說怎麼樣來了解這個疲弱主義的論述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賴下決定 一件事物對於人而言如此 對於動物而言就不同 這個可以了解 這個意思倒並不是說 人跟動物特別要有什麼樣的區別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大家對於外在的環境的感觸非常不一樣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這個例子大家可能不是很習慣 但是我上個禮拜在北京 零下二度 早上不到六度 其實天氣非常好 也沒有霧霾 可是我馬上發覺我的生理反應 兩件事情很嚴重 第一就是乾 乾乾到嘴巴跟手腳的皺褶的部分 幾乎要破 那我帶了 我帶了所有我太太我女兒的cream 不能全部抹在頭上 就有事沒事就補一點補一點 還是不習慣 然後我問我朋友 北京朋友 說現在怎麼乾呢? 現在不乾 現在剛開始 才剛立冬 那我覺得 哇 我要更加號稱我北方人 我完全不習慣 我就證明我是台灣人了 沒辦法 就是一個是乾 另外一個是冷 另外一個冷 那個相對溫度來講 他們講說這不冷 你穿的羽絨衣很好 很舒服 哇 我說那個冷對我來講 那個冷不是最可怕 是室內熱 室外冷 忽冷忽熱忽冷忽熱 哇 你試試看 我突然 一個乾一個 就溫度的感受很不一樣 我後來就沒辦法出門 沒辦法出門的原因是 我要熱的話 我只要 因為我在台灣碰到那種溫度 我就內衣內褲穿得很舒服 很自由 然後隔著窗子近的話 再透過來那個零度的那個溫度 覺得好像是打開冰箱再讀書一樣的味道 這個怎麼讀也讀不好 後來我就發覺 然後發覺眼神也衰弱了 也不能讀書了 也睡也睡不著了 真的是水土不服 那就是說那個空氣 那對他們來講的話 最舒服了 這個冷的時候感覺很好什麼的 這就真的不舒服了 尤其是今年這個夏天很長 對不對 所以每一種情況 外在的環境 這個是最簡單的 還有一種文化上的 還有一種文化上的 比如說不同團體而言 我在歐洲生活的時候 我在歐洲生活的時候 第一天 我那時候為了學法文 我跑到離七 還沒兒子就是了 跑去跟那個比利時小鬼住在一起 第一天晚上就被抗議 第一天晚上被抗議 為什麼呢? 第一天晚上 我晚上洗澡的時候 就被大聲抗議 抗議三件事情 第一 老外沒有晚上洗澡的 然後我那個整個寢室 一共十個人上下三層樓 他們已經忍耐我三天了 老外沒有天天洗澡的 只有我一個人天天洗澡 然後第三個 老外洗澡那個沒有sink 我這個水亂噴 結果排不掉 他們已經是無法忍受 第四個 老外洗澡的時候沒有唱歌的 我在唱反攻反攻反攻大陸曲 他們抗議 很認真的抗議 我嚇了一跳 我說你們不晚上洗澡 什麼時候洗澡? 白天啊 然後第二次我說你們不天天洗澡 那怎麼辦呢?擦香水啊 然後那個你們沒有sink水準排出去 他說那個籃子就給你圍在裡面 只有那裡面有 外頭沒有的 不排水的 很小心的 我說我都不知道 然後唱歌 這個洗澡的時候保持安靜 那個倒不重要 完全不一樣生活習慣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就這麼簡單的 後來好了 我在當同學會長 有人講去看那個Dematology 皮膚科 那醫生 我帶他們去做翻譯 那醫生說你跟他們講不要天天洗澡 再洗下去皮都沒了 實惠鹽水 因為我本來就沒有天天洗澡 突然獲得心裡的relief 他們就是後來的確 的確沒有這個習慣 不一樣 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人 文化環境 就連這麼小的細節 像我這個 我跟老外打成一片 口語上都沒有問題 就連這種細節上 都會出現這種認知極大的差距 認知極大的差距 所以說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認知 這是文化上的 一件事物對於人而言如此 對於不同的感官經驗 這個繪畫各方面 所以不同時機中的相同的感官知覺 都會有不同的認知 然後這種是一種相對主義的概念 也因為這個緣故在實際的情況中 我們盡量要擱置答案 避免要做答案 我們現在接下來講的例子 完全是在現實中 看到人跟人之間認知的不同 現實中 那它說明了什麼呢? 說明了 只有在現實中 我們才可以了解到好壞、善惡、上下優劣的區別 這個同學們一定要有這個認知 那麼一件事物對人而言是如此 但是對於不同的感官知覺就覺得很不一樣 那這個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們現在開始說 整體來講 我們把它這個論述做形式化的處理 有五種展示基本的懷疑形式 X將對於A而言是F X將對於B而言是X' 那麼在X is F跟X is F'之間 只有一項可以為真的選項 在這個兩個選項中 沒有一個選項可以為我們做沒有爭議的決定 所以我們不能夠有關於X究竟為何的判斷 就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一個認知上的一個曲折 用形式化的語言表達 同學們覺得說 用形式化的語言表達 同學們覺得很簡單 不複雜 可是用實際上的情況來講卻很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道德的判斷上來講 有心理的因素 有心理的因素 而這個心理的因素會決定了我們需要什麼的這種認知 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在這個問題上來講 如果說不做判斷 表面上叫寬容原則 principal of tolerance principal of tolerance非常不積極 因為我剛剛下課花很長時間跟著學生討論 你要真正的一個積極的話 你要覺得有一種 英文一個字很好叫existential 就存在主義式的 我從小面對的幾個存在主義式的問題 一個就是要不要出國讀書 跟誰結婚 然後結婚以後 什麼時候要生小孩 這個 這為什麼這是existential呢? 因為你要出國讀書 你要做很多準備 要改變你一生的準備 事實上我出國讀書的確是改變了我一生 完全改變了 結婚 那更是改變了 生孩子是改變人家 所以這些都是existential 然後每個決定的時候 它來的時候 你不是不做決定 也不是一定要做決定 按照計畫實現 而是你在遇到所有的情況中 都要面對選擇 我本來 我後來連去的哪個國家留學都 都出了 在很短的時間內出了變化 我當下做了選擇 我從原來 我學科也做了選擇 所以說這一些不是不做選擇 而是一旦做了選擇以後 要隨時注意到 這是你個人要做的選擇 這個要負出責任的 有的時候 所以很多人並不是 就是我們人最遲疑的時候 就是做決定的時候 一旦做了決定 你反而覺得很輕鬆 遲疑的就是 是魚還是熊掌 很難做決定 那一旦做了決定 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情況 所以大家就可以了解到 所以說在這個之中 在兩個選項當中 我們不做決定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是寬容的原則 但是其實遇到情況 你都要做的 相對主義者的負面答案 其實跟教導主義正面答案是一樣有問題的 如果你不做決定的話 這個是 都是完全會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 所以我奉勸諸位 也奉勸所有的同學 當你認為一件事情一定是怎麼樣的時候 你給自己留下一點思考的空間 你給自己一定是怎麼樣的時候 給自己留一點思考的空間 你想 反正還年輕嘛 又可以出錯 又是學生嗎? What happened if it does not look like this 你要給自己留下一點思考的空間 那這個就很重要 很重要 如果說你認為不是真的就好的 非A就是非A 那這個影響相當深遠 就像我這邊要講的 皮若主義不會說任何事物都是不可以理解的 每一件事情的話 我們只會講一句話 Nothing happens without reason 形上學 任何事物 你知道嗎? 大家很喜歡把政治解釋成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是我們千宵萬選 選出白痴來做的 天天都是這樣子講 然後大家都很喜歡當白痴 然後會講 每個人都講他擁有政治權利的話 就會什麼什麼什麼墮落 然後擁有絕對權利就絕對會墮落 的這種說法 完全沒有這個認知上來講這個動態發展的過程 沒有這個理性論述 沒有構成理性論述的空間 這個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一個遺憾 這種遺憾並不真的很好 所以說我個人是 我其實很懷疑 我剛剛跟大家強調說 在高中教育讀書的時候 對於反對跟贊成的事物 我反對那種廉價不用思考的那種情況 以前這個我們學校裡頭 還有個什麼那種 什麼那種學生雜誌 就是這個帶領那個學生 我還當過那個雜誌的這個意識報 我還當過意識報的指導老師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我對什麼事都有一點看法 後來他們會覺得說 他們贊成的這個反對運動 為什麼我沒有很欣賞 有的欣賞 有的不欣賞 那不欣賞理由是什麼 我說我只有一個原則 我覺得那個你反對的那個運動中 我不欣賞是太簡單了 太簡單了 我不喜歡 他說那你喜歡什麼 我說我最佩服的反對運動就是 你早上離開家的時候 你抱著你媽媽掉著眼淚走的 這個我覺得了不起 我今天回不回來都不一定 我覺得這個太了不起了 我從小就很小就喜歡讀那個 那個共產主義的那個信徒那種 那種參加社會運動的時候的那種感覺 那與其決別書的那種感覺 哇 我覺得那個太震撼了 其他的話鬧一鬧回來小打小鬧這個 有的時候 我覺得太簡單 簡單到什麼時候我講一個具體的例子 算了 上課不講這個具體的例子 要不要聽個具體的例子 要 好 我講個具體的例子 有一次 那個時候我還是表現的這個 遇到一群反中科 知道是中科吧 反中科的 然後在那邊做海報 標語 然後認著幾個人 現在在台大是老師 名人 然後說今天馬英九要來 要給他好看 去抗議示威 反中科科科園區 然後很高興 我一看就覺得太容易了 對不對 敢跟總統嗆聲示威 你跑到大陸去試試看 好好好 隨便沒有 後來回去以後 過兩天碰到了 我說 那天示威的情況怎麼樣 說 別提了 一到那兒 我說什麼 滿久沒來嘛 來了 那怎麼示威沒有 示了 那結果他一來 第一句話 不蓋了 不蓋了以後 大家招牌拿出來講 這個事實捍衛絕對不能蓋 那麼立場一樣 趕快收起來 沒發揮餘地 我說你們豬 笨蛋 你應該反過來講 反面貼 他們國家政策 其可而系 說不蓋就不蓋 你馬上反過來 這樣子才有意義 沒有了 沒做好準備 所以就全部 就是這樣子了 就出現了這樣子的認知差別 我說 反對的意見跟贊同的意見 其實都是簡單的 就沒有任何的實質的效果 這就是我講的意思 這就是我講的意思 你做一個運動 要讓人感動 你知道了 沒事幹 台大學少出手 不出手則已 一出手 驚天動地 全國人一半以上跟著一起掉眼淚 在風中阻力 每一個人就是要有這種感覺 否則一天我們要光 因為這個到大學學的懷疑精神 這當然了 這我的看法了 這我的看法 但我認為這就是重點 對不對 因為你在大學學的就對了 我們今天上課花了三個小時就要證明 你來從高中到大學來幹嘛 你擁有這張學生證要叫你幹嘛 你有了這個讓你隨便亂做事情的這個自由以後 你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你要發揚怎麼樣懷疑精神 要讓它產生用處 對不對 然後最主要重點是 這是我的人生哲學 我就這樣做的 我就這樣做的 所以說一個標準的意義 就是一個能用來做判斷的依據 然而因為最雕詭的宣稱 就是那種認為由於標準本身就是爭議的核心 因此標準本身也需要標準 這就是無限後退的 就是你做事情的判斷的標準本身來講 它是用什麼標準而使得它能夠有作為標準的理由 就是一直無限後退 就是大家也可以了解到這一點 是我們所有面對 我們所有面對判斷裡面最需要解決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也因為這個緣故的話 這個所以無限後退的循環論證就成了必然的結果 好 那麼有一種很厲害的懷疑主義 叫原子論 原子論者 原子論者跟我講的疲弱主義還不太一樣 大家講到我們藉這個機會告訴大家 懷疑論者當中 其中最重要的是原子論者 原子論者是什麼學派呢? 就是原來早期的是Demokratus、Lucipus 如果你讀這個西洋哲學史的時候 西洋哲學史最偉大的就是原子論者 原子論者是整個古代哲學的終結點 也是現在的科學的發展的起源點 有一個學派很了不起 叫伊比丘路學派 他們就是原子論者 原子論者的話 基本上就是機械論者 原子論者基本上 原子論者就是經驗論者 原子論者就是無神論者 原子論者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個 除了認為這個世界是機械 然後認為說所有的也是經驗上的 也是沒有什麼底層的 反正一切都是由原子所構成的 你看到的只是一個很複雜 無限多個原子所組成的現象 所以這個原子 所以以原子論者為代表的教導主義者會這麼說 都是原子 或許外在現象可以被一種形上學解釋 就是原子論者所堅持的原子論形上學 我們現在看到的各式各樣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我們看電影的時候 我這個最近 在飛機上看了一個什麼星球再起的那個電影 那個3D動畫已經到了 簡直是 搞不清楚是人還是猩猩的 你知道 還有生氣的表情 聽說全是假的 我相信也不可能是真的 然後這個整個腳 表情什麼的 那個整個做的技術 後來那個就是 3D技術就是這個無限多個原子所組成的影像 你看到的 對不對 這個還不稀奇 National Geography在演那個愛因斯坦傳的時候 第一次這麼成功用3D技術 把整個相對論的概念演出來 好懂了 好懂多了 原來根本搞不懂 原來根本搞不懂 以前我跟台大物理系的人聊天 怎麼樣了解相對的 他說你拿出一個床單 然後東西的話會往下 整個空間就要軟軟的 空間就是床單 床單還是床單 不好懂 真的不好懂 他現在講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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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看到了 你把它當成一個真實的來對待 那就是一種新的原子論者所構成的一種 原子論形上學所構成的教條式的思維 對不對 比如說 比如說因為你們現在讀科學的大部分都是用原子論者的態度 尤其是做跟生物基因科技相關的 大部分都是用相信原子 對不對 大家會覺得說Double Helix 裡面的話 各方面 我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偶爾翻到 有一次我在動物科學系上課的時候 還偶爾翻到他們一本教科書 他們教科書的第一章裡面赫然寫的 第一章Central Dogma 是不是有這種東西 對不對 有沒有做生物 你有沒有做生物的 全班沒有一個做生物的嗎? Central Dogma 什麼什麼有的 是不是這樣子 有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講的教條之類 什麼DNA只能轉到RNA什麼的 什麼教條 就好像一個認知上的一個教條 就是原子論者的一個認知教條 這樣子 好 那麼這種形象學認為 這個世界由原子跟虛無所構成 投入所有經驗的事實 例如粒子的移動 皆可以因而得到解釋 這就是解釋世界的真實理論 原子論就是我們現在的解釋世界的真實理論 好 請同學聽仔細了 但是懷疑論者很簡單認為 我們並沒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原子論就是世界的真實解釋 更何況大多數希臘時期的物理理論 都不認同原子論的觀點 後面一句話不要講了 後面一句話大家認為說是 這個有很複雜的哲學背景 這個大家可以自己找數來看 你只要講說為什麼古希臘人不喜歡原子論 但這個不是我要講的重點 我要講的重點是 我們現在的世界上 因為相信原子論的解釋 尤其是我剛剛講的生物科技界 所以大家這個發展的過程當中都在朝這方面努力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所面臨到的實際的問題 那麼懷疑主義的目的是什麼呢? 那麼為什麼會反對原子運動論中拒絕 這個原子在虛無中運動呢? 那麼其實態度是一樣的 譬如主義要避免特別相信某一種形上學 這是兩件不一樣的事情 做生物實驗室的研究是一件事情 這個還是屬於科學研究的內容 但是相信這個世界就是由分子所構成 這生物世界是由分子所構成的 的這個信念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同學們可以了解到他們之間的差異 以及重點在哪裡 那麼真正的關鍵態 在避免因為認可某件事物而陷入了矛盾之中 那麼這個 雖然我不是這個領域的研究者 但是我可以感覺到 如果你先相信理論 而認為現象應該搭配這個理論的觀念 當然是一個矛盾 為什麼? 因為你應該先相信現象 再從現象來探討理論的真實性 對不對? 可以了解嗎? 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會有一段討論的時間 好 這個這個 當我面對一個 這個是二十七月是最重要的一個觀點 當我在面對一個議題的時候 兩面因為採取平衡的觀點的時候 我並不是在理性的基礎上做出各自判斷 我只是對於發生事物採取純而不論的態度 Apulcher 因為剛剛有同學問我說這個字中文怎麼講 我們通常來講就翻譯成純而不論 就是純而不論的態度 所以同學們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採取對於事物純而不論 純而不論的態度並不是不管 而是說很認真的面對它要採取下一步 那麼Sectus Empiricus認為 懷疑主義主要特色在持續調查 不是不管 而是持續調查 持續認知 我剛剛跟大家說過 再提醒大家 這是一個心理狀態 這並不是提供一個答案給大家 這是一個基本上的一個持續調查態度 但是所說的 持續調查跟純而不論之間有沒有衝突呢? 為什麼已經不論的狀態又是個持續調查狀態呢? 這是大家都有的問題 答案就是 純而不論並不是一個論證出來的結果 而是一個心理狀態 心理狀態 遇到任何事情 我們給自己一點回想的空間 持續的態度 我覺得如果說哲學有什麼用的話 哲學的唯一用處就是認知這個世界中的一切 是我們表現出來的特徵 它沒有一個真實的基礎 所以你看到任何新聞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講 也因為這個緣故 在台灣你看不同的報紙 會出現不同的認知 你一定要學會純而不論的態度 你一定要實際運用 否則的話 這個問題就枉費你受到高等教育的價值了 就這個態度 所以這是一個不斷需要獲得取代可能性的一個態度 這是一個基本上一個認知的態度 好 所以我大概就是 這個可能就是我們最後幾張的投影片 所以說懷疑主義者的持續調查 就是對於表面事物顯現的狀態做出回應 那目的是什麼呢? 這有一個很優美的希臘字叫做ataraxia 就是說我們採取這個態度獲得的效益 就是心靈中不會受到任何事物的干擾 這個對我們來講 ataraxia是內心的寧靜 是這個練習出現這種態度 這個是重要的 這個是重要的 這個是要出現的這種認知的態度 所以的話 這個我給最後又是強調ataraxia的話 是告訴大家 我們講懷疑主義的目標 不是單純地在說明一個對於知識真假的答案 而是對於我們追求人生上一個倫理問題 所要達到的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呢 我解釋了很久就是心靈上的寧靜 ataraxia 你們可以去在Google上查一下這個字 那內心上的寧靜的話 並不像想像中那麼的神秘 那麼的玄妙 它其實就是把會導致我們內心不寧靜的因素排除掉 那導致我們內心不寧靜的因素就是 你認為是真的東西 後來變得不真的 或者認為不真的東西 後來有可能為真的 那Pyronis 的基本立場 就是要把不管是真的也好 或者不是真的也好的態度 轉換成心理一種因應的態度 是這樣子的一個立場 這個ataraxia ataraxia ataraxia 跟這個effort is there a component of effort in it? I think there must be tried your best to 我先問一下 因為這個同學他好像apparently 英文比中文好 所以他一緊張他要講英文 那我沒有這個問題 我是directed reactions 所以但是我講英文 同學藉這個機會稍微練習一下 如果有人看一下說 講國語了 那我們馬上就換成國語好不好 This is their very right So go ahead Is there any effort in ataraxia? OK go ahead You mentioned you are trying to pursue ataraxia, right? Yes And we are in a state of trying to pursue the correct answer So that you don't have a certain judgment at any given moment Your judgment is always changing So that you attain ataraxia through the knowledge that you've tried to attain this correctness So even if you may have made the incorrect judgment in the past It is OK And apply that to the present moment OK 我先 I will first translate your question And then I'm going to answer it in English So that everybody will be happy 他是來問 說我們做懷疑主義的目的是要達到 ataraxia 這種心理狀態 他問了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種心理狀態是不是由一種 努力後所達成的一種狀態 如果是努力後所達成的狀態的話 那這種努力就是一種判斷 就是我們為了要追求 這樣子ataraxia的心理狀態 那這樣子的話 那你同時的話 又是不斷地在做改變選項 然後的話 又要努力地要達到這種內心的寧靜的狀態 那這個是不是就是一種固定的判斷 對不對 是這個問題 大哥很清楚 他問得很好 So I'm going to answer it let me pinpoint three points number one ataraxia is a kind of psychological state which is basically something about the tranquillity silence inside of your heart and your mind if you want it and we presume that everybody wants it well it's a state that everybody wants it and number two I do not say that we make the judgment constantly I only say that we make the judgment only when it is necessary of doing so okay I do not say that I intentionally change my mind all the time there is no such a thing I do things whatever or whenever I see adequate that's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thing is very important is because we do have a lot of problems coming out of our decisions and the problems from our decision is majorly due to our adherence I hope you know the word adherence that we attached it to the answers simply because we consider the answer as authentic because it's genuine and it's very true so the Pyrrhonists, the Sextus Empiricus they intend to change this way of thinking it must be true it might be true temporarily but it won't be true forever well that's the basic idea I want to say 有沒有人需要這個長 answer再翻譯的? 老師上課不能夠做翻譯 已經快累死了還翻譯 但是聽得懂嗎? 我覺得老師有的時候雖然沒有記… 但是老師英文還不錯 還不錯 至少講起來 我可以講得更自正腔圓一點 但是This is not a diplomatic occasion You've surrendered your belief in that your temporal judgment is eternal and therefore attained Ataraxia like this? I don't think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s and the ends there is a hope that Ataraxia will certainly become a major part of our achievement but we should not consider as the only purpose that we do approach or we suspend of making any instant judgments So is Ataraxia incidental of the whole attitude? I would say that they come as a simultaneous part of the philosophical attitude I would say that they come as a simultaneous part of the philosophical attitude Yeah, you don't really trying to you know, because this is not instrumental Okay, you want to have a state of Ataraxia in order to do this, in order to do that that you need a lot of judgment which falls back into the trap of the common way of thinking things I don't think that's the right way of doing things according to what the sceptics the Pyrrhonists consider things are right to do 對不對 Okay,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This is the international part No, then you want 你持續調查什麼存在? 有啊,非常重要的題目 我連我都不例外 I Sorry 我曾經聽過一個人最棒的一個以色列哲學家 他跟我講說 每一個人都有這個問題 我們翻開每一塊石頭要找神 I turn over every stone in order to find out where God is 這個很好 這個表現很好 就是在我們日常生活當然有這個問題 當然有這個問題 每一個人每一天都應該面對這個問題 不一定要信教 因為你要證明你是無聲論者太難了 你知道這個 你讀一讀如說的書就知道了 每個人都是自然神學者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的 你要說沒有神 還有一種無賴論證 神是無所不能的 人家打我、打我 你看我沒被打 所以神不存在 這是無賴 這個不是真的神 這個每個人會感到很多事情 就是這個世界中有太多太奇妙的事情 對不對?這樣 但你應該不只要問這個問題吧 因為就是我碰過就是 就是有那種非常相信那個宗教信仰 就是他表面上是這樣 可是他實際上他背後他就是他在 就是可能過一段時間沒有結束 才有人會開始懷疑 可是我會覺得就是這種反差很奇怪 不奇怪 不奇怪 信的人他一直要不停地接受到證據 不信的人遇到一個非常非常奇妙的狀況 他會馬上發覺證據已經出現了 這個每一個人其實 每一個人信仰的態度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很不一樣 我自己 每一個人都有這種類似的這種經驗 這個是人家個人 這個不能夠用回答來講 所以留給自己做判斷 你有問題 就是然後你說說我們要去Atalaxia Atalaxia 對 那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不能 那這樣我們不能對某一件事情猜疑 它是好的或不好的 對吧 我聽不太懂 我們不能這樣的話 我們不能說某一 我們不能確定說某一件事情是好的或不好的 剛好相反 我們可以大膽地做判斷的同時 不要相信我們判斷的結果會是永遠地對的 是這樣的意思 這兩種態度不衝突 知道嗎? 就我剛剛回答那個人的態度是一樣 我為什麼聽到這個問題 你這個問題對我上課的幫助非常大 就是其實我講的東西 我再講下去要到神學層次了 對不對? 我講到生命了 Atalaxia都出來了 那些人要到生命 為什麼呢? 因為你講說 你講說所有人講的believers 他當然也有懷疑的時候 non-believers也有faithful的時候 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 但是誰跟你講believer就不可以懷疑呢? believer是可以懷疑才能夠加強他的信念 所有的人信念的話 如果說是完全沾成教條來信 這也是為什麼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差別很大 天主教是完全是家庭式的 信不信無所謂 你從小一出生就受洗 基督教的話是要你個人的信念 但是他們基本上講到信念的過程當中 是一樣強調你個人在認知的過程 如果你對神學有點了解 這個才有力量 我現在講這種情況 為什麼跟大家突然講到說 我不是在教大家一個哲學的內容 我只在教我自己的人生態度 你看 就這樣子 還有什麼其他問題嗎? 因為這個討論太棒了 我都捨不得結束了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稍重及時 來 你說說看 所以我想問的是 其實這種不否定這樣的可能性的狀態 是我們在懷疑什麼是要主動去追求的嗎? 還是等到問題發生了 再去做其他的判斷的改變 你的問題其實是包含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 我沒有說不否定或是否定 Approach的態度基本上是 你可以隨時做決定 你可以隨時做決定的同時 你要告訴你自己 第二點 你的決定不可能是絕對正確的 然後第三個最重要是 你要練習在錯誤中學習 修載 改正自己 然後我用到 因為你們都是學生 我們是同時教育 你們是台大學生 你們有這個資格去犯錯 你有這個犯錯 所以我們對於學生犯錯都是包容的 可是到了社會人士 你的老闆他不會對你客氣的 所以說如果你因為沒辦法面對社會 而不敢畢業的話 那這個讀大學的意義就不存在 是這個原因 是這個道理 懂嗎? 所以最主要關鍵是我們要從錯誤中學習 因為你不可能做出絕對正確的答案 是不是? 是這個觀點 那這也是為什麼說 我為什麼覺得這個討論很有意義呢? 因為你問到了那個面對神的問題 或是上帝的問題 那這個神就是真理 那你可以相信真理的話 你相信眼前看到的神 你後來發覺又不信了 那不就是我上課講的東西嗎? 所以我才會講說講著講著快進入神學層次 不講著就在這裡嗎? 對不對? 那為什麼這一點很重要 我都捨不得下課呢? 因為我們整個文化對於這種 這種天人之際的 這個神的概念負之缺辱 每個人都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只會教我們讀書、讀書 然後必然就會了解真理 這個觀念 跟我的懷疑主義的想法 跟現在的高等教育概念剛好相反 基於這個原因才講到說 提到這個問題我覺得很有意義 那你剛剛說就是我們兩人知道說 自己做的決定是不是絕對正確的 對啊 那這樣的話會 那這樣要怎麼樣才能不會因此 因為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 是不是絕對正確的感到不安? 感到不安? 對 你被人家糾正的時候你會感覺到不舒服 你被人家糾正的時候感覺不舒服 如果你跟人家發生辯論後 你辯不過別人的話 人家證明你不對的時候你不舒服 那不就出現了嗎? 好 你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問是 就是方法論跟經驗論是真的就只查在就是 經驗論是方法論加上歸納就是經驗論 對 經驗論者的話就是說 其實它主要重點 你問的問題很好 我之前早上起來也想了一下 我覺得這個區別有一點勉強 但是我要講的重點在這裡 就是說如果經驗論者 在經驗中 因為我們都是一種歸納的一個動物 所以自然會出現一些基本的規則 那你會認定這個規則 經驗法則為真的這個態度 還不如方法論者 方法論者是強調 你在不同的狀態 會應用不同的經驗來做判斷 這個差別在這裡 經驗論者有可能做出 經驗論者有可能做出 因為經驗長期發生產生固定的感覺 我們很容易把歸納出來的法則 當成經驗的規則來對待 這個差別很細微 但是在實際的人生當中卻變得很具體 有人會就是用從自己的經驗中講判斷 有人是從自己的理性的態度 這樣差別在這裡 那這個說清楚 那這個問題很好 好 各位同學 那我們今天上課到這裡 我們下課了 我們下課了 坐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